中央民國110年3月19號 星期五又到了我們週末了 我們該聽了一個非常非常適合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店的歌名 這首歌是 I'm gonna love me again 是火箭人 還要繼續愛自己 還要再愛一次 是去年對不對 去年的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 然後我覺得 我很佩服的是因為火箭人這個電影 他基本上演的就是愛爾頓強的故事 半自傳嘛 對啦 當然是美化過的自傳 那我個人認為 他已經真的很愛他自己了 他還要再繼續愛他自己 那到底還要愛自己愛到什麼程度呢 真的很可怕 我覺得人家有心理學統計喔 越自戀越快樂 不覺得耶 我覺得他打從出娘胎來 就自戀到一種程度 我只能說你不自戀 但是他在這個電影裡面 他還是覺得自己很痛苦啊 或幹嘛的 那我們這些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他沒辦法 反正你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統計的 反正應該不是BBC吧 如果是BBC的就不用信 就是說 他說越自戀的人 或者是脾氣壞的人 愛指揮別人的人 對不對 成功跟長壽的紀律都比一般人高 老天爺真的太不公平了 哎呦 就讓他們很任性 可以這樣嗎 不可以 又任性又快樂 還長壽 太過分 還有錢 真的是 都符合啊 你看好萊塢巨星是不是符合很多 我們不能夠再掉粉了 所以我們不能夠再繼續講我們的真心話 我們要覺得很開心 替他感到開心 拍拍手 講到奧斯卡 為什麼要放呢 就是呢 本週 影壇盛世 有嗎 有啦 剩下的剩 好 反正就是呢 今年大家很可能不太容易感受得到這個氣氛 但是要告訴各位 這件事它還是在發生中 而且真的發生了 主辦單位呢 他沒有想要不辦 他還是很努力的 今年就是要辦一個頒獎典禮出來 所以說呢 我們的奧斯卡金像獎 我們來考一下江泰 反正也就是100個數字裡面去猜一下 今年是第幾届 天啊 哇 去年 我只記得金馬獎 這才糟糕 我怎麼那麼本土 沒有看到 這上面這上面會有一點提示 所以不可以給江泰看 okok好 你要你給我一個數字 有沒有超過50 50到99好了 哇這很大的範圍比六合彩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讓江泰來玩這個密碼嘛 對不對 關鍵密碼 ok可以可以 50到99 再來猜 奧斯卡對不對 是 從二戰前 就弄弄二戰前就有 所以 所以 你的範圍現在要縮小到哪裡 對1945來算好了啦 1945 再給你 再給你說兩次啦 好啦 快點 1945 70届 70到99 80届 那就80到99 接下來就要直接猜囉 直接猜了 88 江泰 恭喜你喔 氣球不會爆炸 因為呢 要88再加5 今年是93届 哇 這奧斯卡的歷史快百年了耶 是的 他已經快要100年 我先預言 我覺得100年得到奧斯卡的所有人 對不對 都是中樂透 為什麼 因為這個百 這個字 帆逢100 是 50這種關鍵的偶數 對不對 都是大日子 尤其是100這個字 太容易記了 100的數字是會很容易記 沒有錯 但是我個人可以預言啊 不會到100 不是不會到100 會 但是問題是說呢 除了典禮 也許有可能會辦得比較特別之外 我相信 那一屆得獎的人 大家 不會記得 不要說隔一年了 七個月以後 可能大家都不一定記得 但是 我會記得 100年 因為我記得中華民國100年生日的時候 百歲生日的時候 有出一個郵票 是 但我就要問一下 中華民國100年的時候 100歲就是百年生日的時候 請問一下 那一屆的鸡馬獎這家影片是哪一部 你記得嗎 你記不得 所以說 大家不會記得 你記得嗎 我們其實可以推嘛 你看喔 19100加1911嘛 所以民國100年是多少 2011年 2011年 台灣出了一個什麼樣重要的電影 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非常重要 臥虎藏龍 一定知道 絕對看過 臥虎藏龍 呃 更早 所以比臥虎藏龍要晚 喔 我們都看過 一定 那一年應該大家都看過 真的嗎 是 海角旗號 呃 快接近了 但不是 類似對不對 是 可是每個人都看過的 對 2011啊 嗯 2011年嗎 所以就是賽德克巴萊啊 親愛的 所以你看 金毛獎你也已經都記不起來了 所以 who cares about 奧斯卡基 這樣講的100階 你剛才講賽德克巴萊 我忽然忘記他是國片 我忽然想說 我們不能再掉粉了 對 ok 真的 他是個徹頭徹尾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生活在台灣 好嗎 他才是我們台灣原住民的故事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來講這個2021年喔 在本週剛剛 也算是蠻慎重的 呃在 虛擬的 沒有觀眾的 呃 頒獎典禮 不是虛擬 他真的有頒 他真的有 報 真的各位 我們必須要澄清一件事情 他真的有 就是呢 今年到奧斯卡不但有頒獎典禮 而且是會有人出現的頒獎典禮 喔今年已經可以了 呃不是說今年已經可以了 而是說呢 之前我們看過就是這個 金球獎 啊類似或像艾美獎 他們是很多人在各自己不同的地方 用視訊來傳 來跟這個現場來連線 但是奧斯卡據說會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 也是這個禮拜啊 剛好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這個禮拜的 禮拜一的白天 那奧斯卡是禮拜一的晚上宣布的 那白天的時候呢 這個葛萊梅獎頒獎典禮喔 他基本上本年度的葛萊梅獎頒獎典禮 就是有一些因為他也有現場道場領獎的 類似像碧昂斯啊 泰勒斯啊 這一些他們都不是連線的 所以說從葛萊梅開始他們已經開始有稍微設計設一些啊 人數不會太多也不會很集中的但是是有颁獎現場的這個東西 所以奧斯卡基本上呢據說他們的這個策略也是會一模一樣 他說葛萊梅獎還有表演 那表演的意思也是放當地的MV囉 就是說已經錄好的囉 已經錄好的 當然是那個沒辦法到現場的 那當然就是我們紅遍歐美的防彈少年團 畢竟他們在韓國 我想這不就是像看MV嗎 對可是沒有他們就是等於說他在韓國錄了一段也是在也是自己找地方 然後有一個場地然後在那個地方表演 那另外的話就是在美國的像碧昂斯泰勒斯這些人他們就可以親自到現場 所以說呢 呃預期中呢呃現在傳出的情報是他呃會是一個很好玩的 就是比如說傳統都是在這個杜比劇院哦 所以說杜比劇院裡面還是會是一個現場 那現在有風聲是講說他們在借洛杉磯一個很有名的地標 叫做洛杉磯這個很很古老的中央車站啊 然後的他的這個車站呢 其實在很多電影裡面大概差不多19340年代為背景的電影裡面常常可以看得到 因為他就是裡面是感覺很古色古香的一個裝潢 那有可能會在那個地方變成另外一個現場 然後這個現場呢可能是會比較空曠的 就是比較缺不會有那種密集然後散佈病毒危險的這個第二個現場 那到時候會怎麼弄呢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看到他們完整的計畫啊 因為下個呃下個月4月25號 美國先4月25號台灣的時間是4月26號的上午才會舉行頒獎典禮 那還有大概差不多一個月再多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讓他們好好的去規劃一下看他們接下來這個頒獎典禮要怎麼樣進行 所以我們今天只要先來專注在專心就是說入圍的介紹 還不能預測 因為我們這起碼要做兩集 今天還不能預測 不一定啦 就是說當然啊 其實我覺得今年的奧斯卡最好玩的一點就是 雖然大家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啊 那甚至有很多人說 這個名單上面怎麼都一堆沒聽過的片子 但是我必須說 也沒看過 好像根本都還沒演吧 沒聽過也沒看過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大錯特錯 因為這上面的一大堆的電影 他其實已經在台灣的某一些 這裡面大概有大概將近一半的片子 已經在台灣的各大影音平台上面就已經上架了 甚至於有的是上了好幾個月 不曉得你等一下會不會一邊講一邊告訴我們好不好 對可以 但是問題是就必須說台灣觀眾其實 我真的是有語重心長的說 你們真的不能再把某些平台當成韓劇台了 Please 他有很多精采的自製的歐美的影片 好那我們趕快就來開始看一些重要的入圍名單 那比較好玩的就是呢 從我個人必須說 我對於本屆奧斯卡金像獎的入圍名單 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真心看完以後 我只有一個最大的懷疑 這真的是真人投出來的結果嗎 難道有可能是機器AI投出來的嗎 你覺得太難到這個結果為什麼 因為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 以前大家都會看嘛 就說什麼片子入圍最多啊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來算說 誰的機會最高 然後接下來是哪些片 結果今年真的是 史上獨一無二 我真不敢相信是這個結果 出最大的入圍贏家是這個 曼克這部電影 他入圍了十項 到底是也你說這部 OK等一下 反正我們都會為大家詳細的介紹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觀眾對於某個平台 他們只是看韓劇而已 你等一下要告訴我們啊 對沒有關係 已經對 其實很多都有了 早就有而且白很久 那除了曼克入圍十項之外呢 剩下來大家要來看第二名是哪一部片子對不對 結果發現第二名有六部電影 而且這六部電影他們全部都提了六項 那你覺得這是能夠用真人投出來 會變成這個結果嗎 怎麼那麼剛好 對啊我覺得我真是投不出來 而且你看哦 奧斯卡這個投票單 叫美國銀藝學院 那前幾年的時候他還大概差不多是五六千人 最近這一兩年他已經到大概將近一萬人的會員 你跟我講將近一萬個人每個人投下去之後 怎麼可能那麼剛好 會出現有六部片子都入圍六項 我真的是不會相信 這不是天魔哦 對啊 對啊 OK那有可能 天魔 然後呢今年的最佳影片入圍的影片又只有八部 所以說你看第一名已經是曼克了 接下來有六部都是六項 那你就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分別了 因為大家都差不多 均分了均分了 所以說這也是疫情下的公平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這是人為初 好我們就看我們要先講影片 因為你後續的就會發了這六部影片 好那我們現在講本屆的大贏家 那當然呢最多項提名的曼克應該是比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因為之前最受看好的都是有目人生 但是可以告訴各位有目人生其實不需要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曼克雖然像素看起來很多但是有點虛哦 我們來看一下曼克他入圍的這家影片 這家導演 這家男主角 這家女配角 還有呢其他的像是這家這個小獎嗎 就是他入圍實相以後他除了入圍這家影片導演 男主角女配角之外還有一些技術性的獎項 但是曼克呢有一個應該算是有兩個比較大的致命商 第一個叫做他沒有入圍這家剪輯獎 那我們從以前到現在就講過剪輯獎這個東西很吊詭的 你覺得他是個技術獎感覺好像 雖然是技術獎裡面比較大的一個獎項 但也不覺得他的重要性有大到影響這個最後的結局 最後得獎結果的那種程度 可是偏偏名單一開出來哦 你會發現剪輯獎超重要的 過去十年之內這一部電影沒有入圍剪輯獎 還拿得到這家影片那部片叫做鳥人 那也已經不是最近一兩年的電影哦 所以你看哦最近這幾年 如果你要拿奧斯卡這家影片 你必然要入圍這家剪輯 那曼克沒有哦 然後呢另外一個弱勢就叫做曼克他提名 大家都說嘛這家影片如果要表現得好的話就是編導演技術都很不錯 曼克有入圍的技術有入圍的影片有入圍的導演跟演員 讀缺編劇他的劇本就沒入圍那劇本沒有入圍的電影呢也不是一定不可能得到這家影片啊 曾經有那可是那個片子是因為他聲勢太大了 所以他的劇本雖然不是很出色但他還是拿得到獎 那部電影叫做鐵達尼號鐵達尼號 可是他的劇本就是沒入圍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劇本就是有問題嘛 可是技術太強了 他的續航力太強了 可是你看哦曼克的話已經沒有了剪輯沒有了劇本 那這兩個很重要的都沒有 他有沒有辦法靠其他地方再來拉台的聲勢呢 而且另外一個因為呢我們剛剛就講過嘛 他就是那個大家都很喜歡把他拿來當韓劇台來用的 N開頭的那一個會飛的 是就是他而且呢 他看得到對不對 他從去年11月開始 11月就出了哦 各位到現在多久了 還沒我不知道啊 各位你們大家都只去用他看韓劇而已 所以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 還是他的特色就是說不是很好看 江泰 那因為很好看電影通常我們早就已經有很大的口碑啦 對不對 這只能說我會 台灣又要教育一下我們台灣的觀眾 我會個人覺得說這可能是因為題材的關係啦 畢竟一來你看片名你也可能不會一下猜得出他在演什麼 他在演什麼呢 那其實他的這個題材我個人真心覺得是有門檻的 那這一部如果說台灣觀眾比較不是那麼熱烈 我個人覺得算合理 但是有一些片子我真的覺得擺在上面沒有人發現 我真不相信 再來呢好這個是曼克 曼克那曼克主要講的是什麼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影史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但很有名不代表大家都看過啊 這片叫做大國民 那大國民呢號稱是影史第一家片 因為你去看各大的什麼歐美的那些雜誌 每年在那邊選說影史上最棒的一部電影 通常第一名或第二名都是大國 一定會有大國民 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是一個這麼經典這麼經典片子 可是大國民在台灣已經多久沒有上演過 他應該是幾十年來只有在影展裡面出現過 他沒有正式公開上演 所以到底這部片跟他的關係是什麼呢 他就在講說大國民在拍攝的過程裡面呢 男主角盖瑞歐德曼演的就是大國民這部電影的編劇 他就是在講說這個片子籌拍的過程裡面中間碰到一些什麼阻礙 因為大國民的故事大家都在被懷疑說 一直盛傳說在影射當年很有名的報業大聲叫做赫斯特 所以呢據說當年赫斯特他就是動用了很多關係 跟他在好萊塢的人脈想要把這個事情壓下來 可是問題是說可是片子到這還是把它拍出來了 所以曼克就是在講這個背後的這一段故事 他還有去回溯一下就是當年好萊塢裡面 赫斯特可能跟某個女明星有一些特殊的關係 就大家都會覺得說這個電影裡面的某些人物 真的在影射這些人可能會讓他們變得名譽很難聽之類的 或者是說因為這個編劇他當年主要是他的老東家是米高梅 所以他們當初也去回溯了一下就是米高梅的以前的老闆 如何跟共和黨的結合聯手 想辦法去扼殺他們的這個公會爭取權益之類的 類似這樣子改變政局的東西 所以呢基本上曼克基本上是嚴肅的 然後呢題材可能大家也真的不是特別熟 那第三個就是他也是個黑白片 然後他超過兩個小時 極不親民 這是江泰馬上直接講結論了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呢就只能說 可是他的導演大會分歧很有名 大會分歧基本上就是只要這個人的電影會出現 他如果要上戲院的話 基本上台灣不會把他推掉 不太會推掉他的片子 那可是曼克他就是Netflix自己拍的影片 所以說他就是直接只有上架而已 他不會在戲院裡面 而且他從去年11月就開始上了 一直到現在 所以說如果大家覺得奧斯卡在你的心目中 你還覺得他是回事的話 你可以現在回去找這個片子來看 他一直都在上面 好緊接著曼克 緊接著他這個是實相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再講 剛剛那個平台上面 總共有今年入圍的多少部電影 另外一個是今年入圍這家影片的 另外一部片叫做 芝加哥七人案金氏審判 那這個片子呢 聽片名你也知道說 他是根據美國一個社會的時事改編的 那比較好玩的是 我們剛剛講到的曼克導演是大威芬奇 然後芝加哥七人案金氏審判的導演 是美國很有名的編劇叫做艾倫索金 那他們兩個合作的一部片子到現在 很多人都還有印象 當年也是奧斯卡入圍很多項 但是得的很少的 叫做社群網站 社群網站的創作者一分為二 所以說呢 今年是各自角逐各自的奧斯卡 但是兩個都還是一起在N平台上面 這部還看得到對不對 不用說還看得到或還看不到 因為這是他們自製的電影 所以一定都還擺著 那這部片是去年10月就開始 所以各位其實已經有將近半年的時間 可以去看這個電影 但現在你真的可以去找他來看 然後呢這個追加哥七岸金氏審判也是今年入圍最佳影片啦 然後追加男配角啦等多項打多項獎 那應該也就是六六大順裡面其中的一部電影 對然後呢還有就是今年入圍最佳女主角的女人碎片 這個我們已經跟大家推薦過了 就是我們的長得很漂亮的白寡妇凡妮莎科比 她在裡面演一個孕妇生小孩的這個過程 女人碎片是今年1月的時候在那個平台上架的 所以現在還有 然後呢就是我們今年最主目的 可是她沒有被提名最佳影片嘛對不對 因為那部片說真的就是女主角的表現 所以說是女主角 所以是看女主角的表現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今年另外一部很重要的 也算是今年的主目焦點之一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今年奧斯卡其實 呃獎項會往哪邊發展沒有人猜得出來 但只有一項獎是非常穩固的 而且應該是95%以上大概會是這個方向啊 那個電影就叫做藍吊天后 那這個片子呢 她的女主角是今年有入圍的維奧拉戴維斯 那她之前曾經已經得過一次奧斯卡女配角了 她是目前黑人女演員裡面最受獎項推崇 而且第一位宛如黑人的梅里斯特普的這一位 維奧拉戴維斯 然後呢但是呢真正重點是藍吊天后 片名雖然叫做天后 但她最會得的那個獎應該叫做最佳男主角 為什麼 因為她男主角就是去年八月底已經過世的 漫威的黑豹男星查德威克保斯曼 所以從呃去年的秋天到冬天開始呢 藍吊天后這一次被大家認為說很有可能會讓她身後獲得提名甚至得獎 因為反正就是在世的時候你來不及鼓勵她 那她已經過世了在這部片子裡面表現很強烈 所以很有可能會追風引地 那看起來目前為止應該就是往這個方向發展的 那我個人比較訝異的就是因為媒體也寫了很多次藍吊天后 但各位難道都不一定知道說她其實去年十二月就已經在N平台上架了嗎 她已經上架了 而且到現在三個月了 各位三個月 本集CP值真的很高 就告訴我們一次可以看這麼多入圍的影片 當各位還一直在看韓劇之餘 你大概也有個兩個小時的時間可以來看一下店 那藍吊天后又是非常短的一部片 她一個半小時多而已 她甚至不要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賺到三部了 還有喔還不止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看喔 這是奧斯卡史上的怪物喔 她又回來了 科吉拉嗎 不是喔 雖然江泰一直很期待兩個禮拜以後的科吉拉 但沒有 就是奧斯卡的 應該說是美國音學會員應該很怕看到這個人 但很不幸的是她一直都還有新作品出來喔 碰到這個人就不知道到底該拿她怎麼辦喔 所以呢 今年不好意思她又入圍了 這個人就叫做葛倫克洛斯 她又來了喔 今年第八次囉 上一次兩年多前她是 第七次入圍是入圍女主角 愛妻 那今年的第八次呢是入圍女配角 這部電影叫絕望者之歌 這個也是去年十月就在N平台推出的電影 所以呢 連女配角你都可以看一下 葛倫克洛斯今年機會大不大 那這個很好玩的是喔 因為這部片子其實理論 坦白說啦 她在美國的影評不是特別好 雖然葛倫克洛斯演得非常好 那可所以呢今年就出現一個很妙的現象叫做 她不但這個角色讓她入圍了奧斯卡 這家女配角的金像獎 她也入圍了今年的金酸美獎 所以說兩金都入圍 兩極化對不對 所以呢今年的美文醫學院會員 商老金又商在說 你忍心讓葛倫克洛斯已經入圍八次都還空手 然後她今年可能得到的那個獎叫做金酸美獎嗎 唯一度金的可能這個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我們剛才講的是女配角對不對 有一個非常強勁的是亞裔 不直接講韓國人 他不是說亞裔他直接就是韓國人 他就是韓國人 那可是呢 對喔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講到 因為從尹汝珍入了這家女配角 我們必須要去講就是那個電影一次把它講完喔 所以我們先把它撇開來 那只能說葛倫克洛斯今年的機會 還是蠻崎嶇的 為什麼 除非有櫻汝珍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兩年前把它幹掉的那個死對頭 又回來了 奧利維亞克爾曼 而且今年跟他一起角逐的是這家女配角 他會不會跟他說你幹嘛一直緊咬著我不放 沒錯 所以你看討不討人厭討厭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江泰最喜歡的一種類型 叫做年輕小美女喔 這個叫做巴勒特電影續集的瑪莉亞巴卡洛娃 因為她是一個東歐的美女喔 然後年紀也很輕二十幾歲而已 漂亮 然後電影大概只演了四五部喔 可是在這個巴勒特電影續集裡面 她很男主角的女兒然後演得很搶眼 其實喔 在這五個入圍裡面呢 美國影片的獎項拿最多的反而是這個小女生 所以要小心 她不容忽視 那巴勒特電影續集呢 台灣是在亞馬遜上架 大概上了一兩個月喔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補一下 那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最佳女配角 今年的五個人 除了巴勒特電影續集 各位請上亞馬遜 然後葛倫克勒斯的《絕望者之歌》 大家請看N平台喔 奧利維亞科爾曼的父親 這一個呢很難得 這是會上戲院的電影喔 但是他要在快頒獎的時候 就是下個月才會演 嗯 然後呢 亞曼娜塞弗瑞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曼克喔 那這也是他入行這麼多年 大概也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終於 第一次入圍奧斯卡 而且他的角色也很特別 他演的就是一個好萊塢影史上 曾經非常紅的一個女明星 但現在大家應該印象不深 因為這個人紅是紅在默片時代 我老了 非常老 就是說他大概從默片時代很紅 然後到有聲片時代大概在演了幾年 就退出了 嗯 他比克拉克蓋博還滋深 也就是他是當年非常有名的 是 天后級的 是 曾經是 暗示一下 你一定不會知道 所以我直接不會讓你猜了 也很難 亞曼達賽博瑞在裡面就是也 美國的那個 影史上的一個資深女星 叫做Marian Davis 然後當年在 上海的戲院 是把它翻成叫做 曼琳戴維斯 這個女明星 那曼琳戴維斯就是盛傳 跟這個賀斯特 報業的老闆 非常有曖昧的關係 有人說她是她的情婦 所以一路把她捧到紅 所以 亞曼達賽博瑞就有一點像去年的這個 瑞尼奇惟格演朱棣佳蘭一樣 她也是一個現在的明星去年古代的明星 讓她第一次入圍到奧斯卡 那曼克我們也講過了 也就是N平台可以看 然後呢 尹汝珍雖然大家都很期待的 這個電影夢想之地 是下個月的時候會在台灣上演 所以那個時候要期待一下 那這個今年呢 如果葛倫克羅斯第八次仍然共沽的話 雖然我們大家會覺得這樣很可憐 但這樣子也會讓她登上另外一個人生的高峰 叫做她就真的成為奧斯卡史上最慘的輸家了 從來沒拿到的 那跟她一樣八次的有誰呢 以前有一個人叫做 尹后叫吉拉丁佩基 她也是入圍到第八次得獎 所以說通常八都是一個好的數字 那另外一個大家很有印象的是艾爾帕西諾 那她其實第七跟第八次是同一届 因為她那一届一次入圍了這家男配角 跟這家男主角 那通常男配角都比男主角早班 所以她等於是男配角 共沽的時候是第七次共調 後來男主角拿到就是第八次得獎 所以呢已經有兩個都是在第八的時候 開湖了拿到獎 那另外一個八次都還沒拿得 就是這個彼得奧圖 那已經過世了 可是彼得奧圖又有一個不一樣的紀錄 是因為她在第七次入圍都共沽之後 美國音學院就已經頒給她終身成就獎了 而且她的終身成就獎 是史上規格最高的一次 為什麼 因為她曾經說 那時候頒給她的時候 她曾經講過寫信公開講 她說我不想接受 因為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拼 所以奧斯卡的那個會員就只好說 好吧那我們一定要讓老先生點頭 於是他們就派了誰來獻獎 派了美利史脆譜 你看夠榮重吧 然後呢幫她獻獎之後 那一屆因為是奧斯卡的75屆 所以說那一屆的環節就是75年來的 什麼第一后男女配角 大家都會一起坐在一張大園 就是好幾排的椅子上面 會有那個得主大團圓的那一幕 那那一次呢 筆道圖就是在典禮的差不多快結束的時候 被一起請上去 所以在奧斯卡的典禮上面 是面子給她做到主 就她等於基本上是跟正式拿的那些影帝影后 男女配角一起 所以他們應該覺得那個樣子有算補過她了 那葛倫克羅斯現在就是沒有沒有這個終身成就獎 沒有這種柔衷的獻獎儀式 然後前面都沒有得獎 所以他如果這一次又空手 他真的就是史上最慘的一個人 希望他不要再作八忘九了 我雖然說他們有很多片子沒有公開上映 但是競爭依然激烈 是那這個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來講講 看看我們這個這家影片裡面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部分 像是這個芝加哥七天案 金氏審判跟曼克 這兩個都是在這個N平台 那另外一個呢 也是上架上很久 但是在亞馬遜的 這部叫做 他去年在金馬影展的時候 曾經上演過幾場 但那個時候就是參展而已 那個時候金馬影展叫他晉級的鼓手 但是現在在亞馬遜上 他已經改回他的這個英文 直譯片名叫做金屬之聲 所以說 今年金屬之聲 也入圍了這家影片 這家男主角 一堆獎 所以他也算是六六大順裡面 中的一部獎片 那也可以 就是請大家上亞馬遜欣賞 那這個電影呢 他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男主角呢 叫做Riz Ahmed 李斯阿麥德 那他是一個在英國出生的 巴基斯坦裔的演員 所以今年的奧斯卡 最主要的 入圍名單最大的特色就是 真的非常族群融合 平權的 因為你看最大男主角 這個藍掉天后的 查德威克鮑斯曼是黑人 那這個李斯阿麥德呢 這個金屬之聲 他是巴基斯坦裔 所以他是亞裔 雖然在英國出生 長大 那這個夢想之地裡的史蒂芬園 他是首爾出生 但他很小就移民到美國去 所以說他等於是美國亞裔 這兩個是亞裔的 一個是黑人 只有剩下兩個傳統的老白人 而且兩個都拿過影帝 所以今年應該大概都是沒希望的 那就是我們大家都比較熟的 父親的安東尼霍普金斯 跟曼克的蓋瑞歐德曼 這兩個都是英國人 而且都是影帝 可能有個人就是會給 所以就是查德威克了 那所以呢 男主角可能就是這樣子 女主角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一樣 也是蠻非常的族群的 我們已經講過 藍教天后的維奧拉戴維斯 是目前最受推崇的黑人的女星 所以已經一個黑人 那另外一個是我個人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她的 叫做 這個 United States vs Billy Holiday 那這個片子呢 很難得的 台灣沒有在任何平台 因為她在美國的那個平台 台灣還沒有上來啊 那 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擁有這個平台 所以呢 這個人叫做安德拉戴 安德拉戴 那她就是之前在金球獎上 爆冷勝出的最佳戲劇類影片的影后 所以呢 可見她在裡面的演出是非常厲害的 那其實啊 她在裡面演的這個角色 Billy Holiday 就像我們去年 我們剛剛也講過 任意其會格去年演朱棣佳蘭 這也是現在的明星 以前的明星就得獎 所以可見奧斯卡 向來都很喜歡這一套 那Billy Holiday呢 是爵士樂裡面 非常傳奇的一個女歌手 那一直到現在大家 還是在美國知名度仍然很高 現在她已經過世很久了 那所以呢 安德拉戴就有一點 像是任意其會格去年的那種優勢 你把一個傳奇的偶像級的巨星 把她演得很好 甚至於這個片子幾乎 整個戲是扛在她身上 因為這片名就是 美國人要對付這個Billy Holiday 為什麼因為她曾經 因為堅持要去唱 某一首歌詞裡面 有講到黑人被行求致死的歌 所以呢 FBI呢就想要辦法 一直對付她 一直對付她 就是不想讓她唱 所以也是在一個很有政治的意味的 年份裡面 推出了一些有這樣子的反思的一個電影 所以我覺得她的題材是討好的 那剩下三個就是傳統的白人 其中我們講過了 女人碎片的凡莎科比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 目前還是覺得她是 今年大概最有機會拿到很多大獎的 遊牧人生的女主角 凡希斯麦朵曼 那可是凡希斯麦朵曼 她已經是兩屆迎候了 那她的上一次得獎 又是在兩三年之前 所以理論上 今年應該大概是不太有可能會那麼容易再拿到了 總是要稍微隔一段時間 那所以呢 最後一個是本來大家都認為 今年可能是她的年的凱莉莫里根 那她演的就是花樣女子 花樣女子這部電影呢 從上個週末開始在台灣開始 現在有演 現在正在演 對 那可是呢 這個片子其實是扣的另外一種的流行議題 就我們之前講了很多片子都是跟種族 種族議題政治議題比較有關係 那花樣女子關心的叫做me too 她基本上凱莉莫里根在裡面演的就是一個 本來在醫學院念書 可是後來中間輟學 她就是因為一件事情發生所以她就不念了 然後呢 她大概過了十幾年 她就開始在一家咖啡店裡面當女士 她爸媽都一直覺得她好像 人生沒有什麼積極振作的感覺 好像就是她曾經前程一片看好 可是突然就這樣卡住了 然後好像沒有想要振作的樣子 那其實呢 劇情會慢慢的去挖出來說 可能跟一件性侵 年輕的時候被性侵的事情有關係 但是呢 事情的真相會慢慢的到後面才揭開來 那你只可以看得到說 她現在就有一種很詭異的行為 就是她很喜歡在週末的時候 去夜店裡面裝喝醉 被撿屍 對 但是那男生撿屍撿回家 開始要對她 產生一些不軌的行為之後 她就會忽然坐起來問說 你想幹嘛 哇好恐怖喔 好 這還不是她 這還不是她的最可怕的復仇喔 真的 她接下來她還會去找 當年喔 就是醫學院裡面的 接到投訴說喔 可能有性侵事件 但是把事情壓下來的學務長喔 想辦法去誘拐她的女兒 讓她陷入到可能類似的處境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女性去報復的故事 而且感覺是裡面唯一商業味道比較濃的片 雖然她仍然不是那種真正的動作 或什麼之類的沒有 但她其實真的算是裡面商業味道比較濃的一個 最好看的了吧 嗯 我覺得各有各的精彩喔 那只能說凱莉莫里根因為呢 花樣女子第一個就是 她可能雖然演出演得很棒 那這個片子也得到了很多大獎的入圍 可是這個題材畢竟你可能會讓 一些想法比較傳統的男性會員投不下去 所以這造成她都會造成她的一個上面的弱勢啊 再加上她剛好這一陣子就是金球獎意外的沒得到喔 然後因為她是英國女明星 但是她意外的沒有入圍英國奧斯卡的影后 所以這件事情的重擊更大 怎麼沒有支持本地人嘛 對 所以呢 目前為止 自家的領土都沒有被入圍 對 所以就變成說她的呼聲也是被壓下來的 所以就看喔 今年我個人覺得最懸疑的一個獎 就是最佳女主角 因為人人有機會各個沒把握 所以我雖然不想預測 但是以你 因為我覺得你戴已經看過了差不多十分之九了 你個人 你個人的傾向 我個人傾向 我個人還是會覺得 凡妮莎扣比 我個人覺得女主角 我真心覺得也許真的有可能會是安德拉戴 可是 就是男主角女主角都雙 雙黑 因為上一次發生這件事情 也已經差不多到現在十八九年了 同時入圍得獎 同時得獎 大概也已經是十七八年十八九年前的事 也已經快二十年沒這件事了 所以有可能 所以也是有很多黑人演員一直在講說 怎麼可能十幾二十年之內沒有再出一個黑人影后喔 所以我個人相信 今年也許有可能真的又是天時地利人和要往這個方向走 好 好 接著影片繼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講到就是這個 這家 這家影片入圍裡面有一個意外的喔 就是他陸陸續續的呼聲慢慢的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然後到這個提名名單揭曉的時候 高到最高點的喔 這個就是韓裔美籍導演喔 就是一個移民到美國去的韓國人拍的電影 叫做夢想之地 那講的就是韓國人移民到美國的生活 所以這個東西 剛好就延續了去年奧斯卡的寄生上流的這一股亞洲的韓流的熱喔 在今年繼續延續 那只不過去年是純粹韓國片喔 就是講的在南韓他們自己的故事 那今年的話就變成稍微有點國際化 就變成韓國人到美國去發生的故事 寄生美利堅的 也不能這樣講都是說寄生的不是啦 那不過呢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有很多亞裔的明星 看像香港也有很多人曾經想進軍過美國喔 那還沒去之前也都期望說把奧斯卡當作一個目標 最有名的一個人就叫做發哥周倫發 他在香港在台灣都拿過影帝獎 拿過好幾次也不止一次 可是就連他都還沒有攻下來奧斯卡提名這件事情 那在韓裔的人身上發生了喔 所以韓國人厲害啊 了不起喔 那所以呢夢想之地這次入圍的這家影片 導演啊劇本也入圍 然後男主角女配角 男主角因為可能碰上查魏克茂斯曼 大概出現的幾率比較不高啦 不過史蒂芬員大家應該也都很熟 為什麼因為他就是殷尸錄前面六季裡面 他本來是沒有什麼太有名氣的 但是演殷尸錄以後就一路爆紅到現在喔 雖然他的戲在第六季就結束了 那那個時候很多人曾經替他擔心 但沒想到他之後日子還是很寬廣喔 所以殷尸錄的其他演員 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哪一個有入圍奧斯卡 但他有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韓國人 是那這個女配角的話 當然殷尹也是非常有機會喔 特別是如果今年我們已經會有一對黑人帝后了 那男配角感覺起來好像也可能是黑人會比較有機會得 那如果女配角再來一個亞裔得獎的話 哇你看今年是不是完全領白人 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好吧 有可能就是會發生這個事情 那所以呢今年奧斯卡 還有另外一個值得大家高興的是 亞裔不只是演員的這個女配角的部分 另外一個比女配角更穩 可能會得獎的叫做最佳導演喔 那就是我們之前已經講過的 一路拿了一堆獎項喔 金球獎啦 廣電影評人協會的這個 威尼斯是不是也有意味 威尼斯是拿最佳影片喔 像那一種歐洲的三大音展 如果你拿了一個大獎 大概都不太會去拿其他的小獎喔 所以呢 我們的華人女導演趙婷 非常有可能今年就會創下奧斯卡紀錄 會成為第一個拿到最佳導演獎的華人女性喔 那史上的第一個華人得到奧斯卡這家導演 就是李安嘛 李安拿兩次 那李安之後也沒有其他的華人 所以趙婷不但有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得到的華人 也會成為第二個得到的女性喔 因為之前的女性導演只有一個人 叫凱薩林毕格羅 維基倒數 曾經拿過奧斯卡這家導演 所以今年趙婷也可能會創下一個 讓女性或者是非白人的導演都很很興奮的另外一個紀錄 所以你看今年的奧斯卡其實 雖說很多片子都默默的已經出現在你身邊 但大家沒有注意到他 可是喔 矚目度也許不如以往 但可能會造成的一些效應 卻是還蠻讓人期待的 那特別是為第一個最大的焦點 當然就是要看查德威爾跟鮑斯曼 他的妻子喔 上一次在金球獎的時候 致詞讓很多人感動 這一次的奧斯卡有沒有機會更上一層樓喔 看這一次的致詞會不會更殺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今年奧斯卡如果要吸引很多觀眾的話 就只能壓在這一段了 那你有沒有發覺喔 就是說如果說最佳導演是趙婷的話 也就是說好萊塢會連著兩届導演 都不是白人了 而且是亞洲人 這個就是太勁爆了 那已經都快一百年了 是不是總是要來往這個方向發展一下了 白人都已經拿了多少錯了 但是連續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被 比較讓大家開心一點 比較稍微可惜一點 就是說雖然連續兩年 但這兩年可能收視率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要但是但是大家 我們還是希望亞洲人可以拿獎 所以說呢也就是期待喔 那我們也就是很好奇說 今年奧斯卡會往哪一個方向去舉行 最近看到的報導是說 就是他們的頒獎人數可能就是 比往年要打打對折 畢竟不能夠找太多人來喔 所以我們也好奇 今天有哪些巨星會上來 以前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來辦歐斯卡的都是有芯片要推出的 那今年我們知道說好萊塢的芯片 壓了一整年沒出 今年的五六月開始就要 陸陸續續的每個禮拜都有一步兩步喔 讓大家開始一次補齐補個夠 所以我們來看看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 逢敵所之類的喔這一種 當然江泰比較不想看到他 對嘛我馬上就說奇怪了 不是要把因為境界我要先 因為他我還對他有好感 因為他往後延期 我們的境界二才可以提前上映嘛 我因此還比較沒有那麼介意了 不要稍微對他有一點好感 賣安 你知道如果說按照美國現在的疫苗情形來講的話 為什麼他們沒有全面啟動了呢 就是你到了四月多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可以有現場了 可是已經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說美國的各地的戲院 已經慢慢開放了 雖然美國全國有很多戲院 但是有兩個地方戲院是最容易吸引票 一個叫紐約一個叫洛杉磯 那這兩個地方剛好都是去年一整幾乎一整年 從去年三月到現在一年沒開 那最近才重開 所以說能夠重開已經讓片商很興奮了 就不求現場觀眾有多少 有啊他們現在的設的限制是說 每一場只能賣四分之一 就是25% 那有25大家也已經開心了 好謝謝 感謝迪亞 好 kita 我喜歡一輪音聲 我喜歡 radio 我喜歡 radio